如果宝宝经常出现这样的动作 千万别不当回事 一定要检查下宝宝的小耳朵里面有没有利物 如果有的话呢就要及时的清理出来 不然时间一久就会容易发映 宝宝就会很难受 你们一定要选这种宝宝专用的 自带发光功能的就可以避免盲掏 伤害宝宝的耳道 还是看不清楚呢就可以加上这个放大镜 看得清清楚楚了 勺头呢也是软软的不会伤到宝宝 还有个小镊子 是可以帮助宝宝去清理比较难处理的一些 不用的时候就可以放进收纳盒 浸干净又很卫生